现阶段车厂正努力研发电动车与自动驾驶 但多数产品是针对自驾用户 至于大众运输领域部分则仍有发展潜力 对此身为网络购物运输龙头的Amazon便看见此商机 因此Amazon于今年便收购从事自动驾驶研发的新创公司ZOOX Amazon自收购ZOOX才约莫半年时间 如丁于日前就带来研发成果RoboTaxi 从RoboTaxi车名来看可以清楚知道该车作为汽车诸租用途 为了落实节能简单运点RoboTaxi搭载133KILOWATT-HOUR电池的纯电系统 于满电情况下能工作达16小时及每小时120公里急速 ZOOX为自动驾驶研发公司 因此RoboTaxi自然搭载全自动驾驶系统 透过所配置的雷达侦测与摄影机等系统 使其能够准确侦测周围车辆与行人 而双向行驶设定不仅利于市区穿梭 同时也能轻松完成停车 由于RoboTaxi为无人驾驶车 所以能载不到3657公里车长能规划出宽敞的四座空间 目前RoboTaxi正于旧金山、拉斯维加斯等地区进行测试 至于何时会正式上路并无明确实陈